林榮彩里长准备了800瓶的漂白水要送给里内民众 林榮彩说 目前确诊人数还是相当高 他希望家户都能做好基本的消毒工作 所以才采购了这些漂白水 让里民回去稀释后可以清洁居家环境 漂白水最主要是要给我们的里民 拖地板清理地板厕所做消毒 都要稀释 差不多要1比100 因为疫情严峻 还是非常的严峻 我送了 今年送了800瓶的漂白水 因为我们每年都送 去年也送 前年也送 为了给里民做防疫消毒 也感谢政官家议员 也送了一些 随身携带的小酒精 喷入器 喷入了那个小酒精 也感谢他 而新闻市议员政官家得知这件事 也特地加码赠送小型的酒精水手瓶 让民众就算出门在外也可以随时消毒 减少染疫风险 那患家也非常荣幸共同受邀参与 那特地也准备我们很贴心的一个酒精小瓶子 然后能够让现场也发放 希望也能够大家共同来抵抗这个疫情 也希望我们大家所有民众 大家特别注意我们的卫生与习惯 让这个疫情赶快离我们而去 那患家服务处这边 有准备了很多的小酒精品 有需要索取民众 可以随时到我们服务处来领取 虽然目前新北整体的疫情稍有趋缓 但林荣彩里长还是提醒民众 该做的各项防护依然不可少 才是真正的与病毒共存 记者游文宜 新北采访报道 新北采访报道